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3月16号 回广州已经一个月了 然后因为我们的公共的市场 还没有完全恢复 看网上说70%的景区都已经开放了 远的地方也不敢去 我们先来潮汕三日游吧 已经汕头了 汕头 这就是念什么 嗯不知道 广州到汕头有400公里 怎么走了六多事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不是都不大戴口罩啊 都不太戴口罩 我们大概是上午11点钟出发的 到了汕头这边已经下午5点多了 嗯 下面切入正题吧 牛肉火锅 走就起 嗯 什么汕头巴河里呀 陈基顺河呀 在广州这边都吃过了 嗯 所以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个牌子 看网上评价还不错 就是稍微有点偏 吃完了饭 估计就得晚上了 也没啥好玩的了 嗯 嗯 朋友都说南偶早还不错 明天去南偶早逛逛逛呗 非常纳闷 点菜小妹一直说我们吃不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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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都扫完了 那小姐姐说的比较准 不过如果要是两个男生吃的话 应该还用多吃一块的 味道比比较有名的陈基顺河巴河里好吃 吃那第一口那个雪花 雪花牛肉的时候很鲜 就这家 走 走了 走了 回来了 明天去南澳岛 然后 朋友都说南澳岛挺好玩的 就没去过 去看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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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